大家好,这里是阿浪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个被金庸老师遗忘的角色 他有着强大的家世,也有着举世无双的神兵利器 很多读者在刚开始一定认为 这个人可以继承他父母的意志 成为另外一位举世无双的大侠 开创一段属于他自己的传奇故事 结果却在书中的出场是少之又少 仿佛被所有人遗忘 好在金庸老爷子后来终于想起了他 但是属于他的结尾却是草草收场 说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他是谁了 他就是大侠郭靖的儿子,郭破鲁 身为射雕三部曲第一大侠的唯一儿子 又是屠龙宝刀的继承者 可惜实在让人不怎么记得他 与他同胞的郭湘可谓是极万千宠爱于一身 从他出生那一刻起 命运就与他大为不同 后来的人生际遇那更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呀 不管是黄老邪,柯震恶,还是郭靖黄荣夫妇 还是杨过等人,每一个人都对郭湘是疼爱又加 而金庸老师呢,也对郭湘的笔墨甚多 滋毫不亚于其他女主 而对郭大侠唯一的儿子郭破鲁 仿佛啊,就像是被所有人遗忘一样放到了一边 我们看射雕中,郭靖是第一男主 可杨康的笔墨也不少啊 到了神雕,杨康的儿子杨过成了主角了 按理说啊,郭靖的儿子也应该写一写吧 但是好不容易啊,熬到郭破鲁出生了 才出生,他就被晾到一边了 他的同胞姐姐郭湘成了主角了 在他身上的笔墨是真的太少太少了 郭破鲁直到神雕结束 再到倚天里也只是提了一下 郭公破鲁,战死襄阳 郭破鲁享年29岁 他的一生事迹啊,根本就没这多少笔墨 连大小五都比他出场的多呀 我们知道啊,郭湘16岁的时候 那场襄阳大会 所有人都来祝贺郭湘 就连浪迹江湖的黄药师 也专程赶来看望外孙女 杨过更是为其准备了大惊喜 然而,与郭湘同一天出生的郭破鲁 却被人遗忘在角落里 没有人记得那天也是他的生日啊 就连郭敬黄荣夫妇 好像都忘了一样 黄药师和杨过等人 自始至终都没有去看郭破鲁一眼 郭湘及万千宠爱于一身 简直是最耀眼的主角 郭湘可以游着杏子游山玩水 去寻找他的大哥哥 而郭破鲁只能跟着父母守襄阳 最后壮烈牺牲 难道他这个郭大侠的继承人 就只是为了继承郭大侠的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的精神吗 连他自己也要拿生命来证明父亲的侠义精神吗 于是,郭破鲁的一生就像一株美丽的曼陀罗花 脚边共生的一棵草 初次来时看见过却没有在意 后来赏花又看见了几次 直到最后繁华落尽忽然瞥了一眼 却发现那棵草已经不见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拔掉了吧 作为主角的儿子 他的一生真的是有点悲惨了 也很难让人记住他的存在 而他的死亡虽然在书中交代战死襄阳 但结局真的是这样吗 本该是尘埃落定的一个事实 然而书中的另一个设定 却让郭破鲁的死有了一些疑点 那就是郭破鲁是持有屠龙刀的 因此啊 郭破鲁的死亡到底是怎么样 不如我们开个脑洞来好好聊聊 在提到郭破鲁之死之前 原著中还有另外一番描述 郭大侠夫妇铸成一刀一剑之后 将宝刀授给儿子郭公破鲁 宝剑传给本组的郭祖师 郭祖师另有一个姐姐叫做郭夫 但他生性是鲁莽暴躁 因此郭大侠夫妇并没有将刀剑传给他 为什么不直接了当地将地图告知儿子女儿 需要兜这么一个大圈子呢 只因郭大侠夫妇预料到 兵书和武功秘籍 如果出事早了 没有到了赶走蒙古人的时机 反而还落入了奸恶之人手中 不免疑惑无穷 这话很关键啊 郭敬是不希望刀剑中藏起来的东西 落入蒙古人手中 也就是说 传下刀剑的举动 就是为了留得青山寨 郭敬夫妇的做法 应该是让持有刀剑的郭湘 郭破鲁离开襄阳 这才是正解吧 要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郭破鲁与郭敬夫妇同时战死 是一个错误的理解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么郭敬传刀这一行为就毫无意义了 既然如此 话说回来了啊 如果郭破鲁没有死在襄阳 那么又会是谁要了他的命呢 要知道啊 这个问题的答案 还得从一段江湖传闻说起 即是书中最广为人知的那24个字 武林至尊 屠龙宝刀 号令天下 莫敢不从 以天不出 谁与争锋 这段传言有什么问题呢 仔细品一品啊 郭敬传下刀剑这件事 就能明白了 刀剑中藏有九英真经 五目遗书等物件信息 是不可能昭告天下的呀 而这个秘密 也只能传给了郭香和郭破鲁 郭敬夫妇完全没有必要 再多此一举的散播这24字传言 因为这样啊 轻则给自己儿女带来麻烦 重则则惹来江湖群雄 互相争相厮杀 这绝对不是郭敬夫妇想看到的 所以散播谣言的人 肯定是另有其人 并且金庸老师啊 借张三丰之口 提到一个关键的信息 当武当众人讨论 这24字传言的时候 张三丰是这么说的 英黎庭道 武林至尊屠龙宝刀 号令天下莫敢不从 以天不出谁与争锋 这句话传了几百年 难道时至今日 真的出现了一把屠龙刀 张三丰道 不是几百年 最多不过七八十年 当我年轻之时 就没听过这几句话 由此可见啊 散播这段话的人 绝对不是普通人 很有可能是一位 存活于七八十年前的高手 而郭破鲁啊 极有可能就是被这位高手所杀 之后夺走屠龙刀 继而散播起着传言来 既然是位恶人 还得是七八十年前的恶人 那婚是谁呢 其实啊 每当说到 以天屠龙记中最大的恶人时 人们首先想到的 总是混元霹雳手成坤 其实不然啊 真正的恶人 应该是在那个七八十年前 散播二十四字传言的人 他才是造成武林大乱的 罪魁祸首 不过直到整个故事结束 金庸老师也从来没有提到过 这个人是谁 所以只能通过书中的其他细节 来推断出这个人的身份 在阿浪看来呢 有一个人啊 是比较符合以上这些条件的 他强大 邪恶 甚至年龄啊 也该是对得上的 那就是玄冥二老的师父 百损盗人 原著中提到百损盗人的部分 只有张三丰的一句 两人见到无忌背上奇怪的掌印 很是惊叹 张三丰眉头紧皱 说道 三十年前 百损盗人一死 这阴毒无比的玄冥神长 已然失传了 岂知世上 居然还有人会这门功夫 可见张三丰啊 也是十分忌惮这号人物的 如果说百损盗人年岁也高 又在三十年前就死去了 他完全就有可能 是八十年前 散播传言的那个大恶人 其实啊 他也是完全有实力 杀死郭破鲁的 这么一看的话 一切都说得通了 百损盗人作为大恶人 杀死郭破鲁 抢走了屠龙刀 然后散播传言 惹得武林大乱 当然啊 以上全是阿浪个人的猜想啊 如果有朋友 对着一点感兴趣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那么本期呢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